好,追踪第一线间视讯访问到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雪文 雪文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所以我们首先想问到说 引爆全球生成世人工智慧AI风潮的OpenAI 之前传出有宫斗事件 也就是他们的董事会开除了执行长Ultman 但不到一周就翻盘Ultman是回任OpenAI的执行长 而且还说将重组董事会 所以我们要请问雪文说 你认为这次OpenAI的人事风波 对未来人工智慧产业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确实,其实过去一个礼拜 这个所谓像肥皂剧一样的 OpenAI董事会跟SamUltman之间的这个 曲曲折折确实引起全世界 包括科技业、矽谷 当然也包括台湾 因为台湾上个月才刚刚请SamUltman来台湾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有一场非常轰动的演讲 那我想这一次这个宫廷剧 很多人可能一下子看不懂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先帮大家简单review一下 主要是17号突然 所谓OpenAI的董事会 针对SamUltman这个CEO 发出了解职的一个命令 那这件事情据说 连SamUltman自己都非常的意外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Twitter 就是现在的X上面 写了一个What the hair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整个峰回路转 在后面的三天发生非常大的一个意外 接着我们看到 所谓OpenAI里面的团队 也公开写了一封信给董事会 有稍带威胁的说 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解决 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动作 接着我们看到OpenAI的投资人 包括Sequoia 红杉还有微软 也开始对这样一个事情施加压力 那这个整个情况 在21号的深夜 有整个的回转 也就是我们看到SamUltman 可能又回到了一个董事会的情况 所以这整个情况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我觉得基本上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人工智慧确实是从去年11月以后 全世界最夯的一个产业题材 包括台湾 其实AI也成为了台湾 街头巷围最夯的一个话题 那甚至所谓ChatGPT 也创造了科技史上面 最快达到一亿用户的一个历史记录 不过你如果仔细去看 很多人也对人工智慧未来的风险 或者他到底对于商业运作上面 有怎么样的一个题材 能够实现有很大的疑虑 我们也看到各国开始摩拳擦掌 针对监管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台湾因为是半导体的护国神山 包括很多高端的晶片 还是在台湾做 更包括所谓的人工智慧最重要题材 NVIDIA的CEO黄仁勋也是台湾人 所以台湾对于这个题材也非常的关注 不过大家要知道 所谓的人工智慧其实现阶段科技的最前沿 而这个完全由一群科学家 或者是所谓优秀的人才组成的OpenAI 那代表说如果整个团队离开的话 OpenAI什么都不是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要知道 当时2015年OpenAI成立的时候 它本来其实强调的是非盈利组织 不过因为人工智慧耗资巨大 所以最后它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所以才找了微软来入股 可是又为了维持它所谓非利益 或非盈利的一个组织架构 所以它的整个组织架构都非常的奇特 也就是说它现在的董事会 基本上要继续坚持当时创办的非盈利 可是现在的OpenAI团队 又不得不对股东能够稍微的屈服 要追求利益的极大化 所以在11月6号所谓的开发者大会上 当SanUlteman开始有一些 比较大的商业化动作的时候 董事会就做不住了 不过我们在看这个议题 我们其实倒是从里面提到两个的教训 第一个就是说随着科技越来越发展 我们当最近也看到NVIDIA的第三季财报 又创了历史新高 代表人工智慧确实现在是最夯的一个题材 各个企业都开始加大所谓的数据中心 或者是人工智慧的布局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它的团队才它的核心 所以如果一个不适当的公司架构 很可能就会让它引爆 像OpenAI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而事实上在这一个架构里面 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 华尔街很多的主流媒体 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华尔街日报 都再一次的呼吁 好像资本市场重新回到了OpenAI 这件事情倒是提醒我们 可能透过所谓的新创 或者创业者 去监管这样的人工智慧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可能不make sense 在现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透过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 各国政府或者国会 针对人工智慧监管的一些措施 会相继出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再一次提醒我们 透过单纯的公司或民营机构 想要做好人工智慧的监管 基本上是原木求鱼 可能最后还是要透过政府 出台的一些监管措施 才能够确保人工智慧 在正确的轨道上持续发展 好 确实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瑞银集团在发布的 2024到2026年 美国经济展望当中说 虽然美国经济在2023年 是保持韧性 但许多相同的阻力跟风险 仍然存在 瑞银也预计说 随着美国陷入衰退 联准会将会在2024年降息 那询文你认为 这样的看法您认同吗 对 我想现在基本上 因为已经11月底了 那感恩节完了 再过来就是耶旦节 也代表说 其实2023年即将离我们而去 所以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2024年的全球经济 到底会怎么走 而这个里面中流砥柱 美国经济更是扮演 非常重要的火车头的角色 我们必须承认 今年第三季 我们看到美国的GDP成长4.9% 确实是非常的高 可是最近也有一些数据出来之后 让大家对明年美国经济会被衰退 又抱持了一些阴影 其中我们看到 法国新业银行的策略部门 发表了一个报告 提到美国最近的两个先行指标数据 其中包括物流业 司机的就业率 还有零售服务业的就业率 都在往下走 那同时间我们也看到 所谓的公债殖利率 还是持续在往上冲 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的财经大佬 就对现在过度乐观的一个情况提出了警告 那现阶段当然很多人认为 美国升息应该已经到了一个尾声 也就是说明年会有降息的机会 不过其实黑石的主要的总裁 叫Jonathan Gray 他就特别提醒我们 其实现阶段美国经济衰退的阴影 仍然是非常的沉重 那主要的因素他是提醒我们 虽然现在看起来通货膨胀 物价的往上走的趋势 有稍微走缓 不过相对2021年来说 现在的物价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一般人的 人民的民生必需品的 相对来说物价还是比较高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大家心中的一根刺 已经不是inflation通货膨胀 而是高利率 也就是说高利率经过 18个月的急速升息之后 高利率时代带来的一些借贷成本 已经在高位 不管你是加户单位或企业 再融资的成本 都面临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更不要说现在全世界 所谓的政府的财政赤字 也非常的高 所以这就难怪 虽然在最近 大家可能陆续都接到 很多的金融机构 开始举办2024年的 全球经济展望的峰会 或者有一些所谓的 私人银行的客户 也开始接受 2024年的一些经济的outlook 不过大家会发现 今年对2024年的预测 也简单来说 唯一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也就是说 不管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 台湾的金融机构 甚至是欧洲的金融机构 对2024年 基本上充斥着两个不确定性 一个就是动荡 一个就是不确定变数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2024年的美国 到底会不会因为有可能降息 而迎来一个所谓的经济复苏 其实没人说得准 而更重要是 大家要知道 所谓的整体的情绪 往往是一种集体情绪 也就是现在 如果企业对于资本支出 跟未来的订单 或库存的情况没有把握 或者家户单位开始觉得 不管是房贷 或者车贷都面临很大的压力 而政府的财政措施 如果也是捉襟见肘 那要对2024年开始有乐观的期待 可能就有点原木求鱼 总而言之 我觉得2023年要去预估 2024年可能非常的艰难 那或许要等2024年 很多的一些阴影逐渐厘清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判断 2024年或2025年 包括选举年过去之后 全球的经济是不是迎来一个新的复苏 好 如同刚刚学文所说 已经到年底了 所以一年一度的全球气候峰会 COP28在11月底 就要在杜拜揭开序幕了 那面对全球极端气候的越演越烈 学文你怎么看这次的峰会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不会达到具体的成果 对 这个礼拜四呢 COP28就要开始在杜拜 也就是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杜拜这个城市举办 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我想有些人已经注意到 今年7月以后 7月 8月 9月 10月 连续都创了人类历史以来 最热的这个温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代表说 从COP21开始的巴黎协议 确实全世界气候暖化的情况 越演越烈 那甚至所谓极端气候的现象 也层出不穷 包括该冷的变得更冷 该热的变得更热 很多的旋风或者是野火 也在此起彼落的出现 所以这一次COP28就特别引人注目 可是比较讽刺的是 COP28这一次是在波斯湾的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办 而这个地方呢 其实又是全世界石油主要的输出国 偏偏所谓的中东地区 又是全世界沙漠或者最炎热的地方 海平面不断在升高 所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COP28到底能不能真的 deliver一些promise 很多人就抱持一个质疑的态度 尤其主办国这一次的所谓主办单位的主席 本身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国家石油的一个主席 不过大家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所谓我们过去听过很多 跟脱碳有关的名词 什么净零碳排放 或者是碳清除 碳权碳中和 台湾甚至也成立的碳权交易所 不过过去大家一直在focus的 都是所谓的减排 就是碳的排放量能够减少 不过真正要让整个气候变化 或者气候变暖能够deliver 真正的主要因素还要包括所谓的碳补货 或者碳储存 也就是说现阶段全世界面临 其实三个主要的一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怎么从碳排放 到所谓的碳补货 或者碳清除 真的做到净零碳排放 甚至把甲碗 能够向全世界的领导人promise的做到 我想是第一个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也才能把全世界的温度 拉回三度系一下 第二个就是碳融资 事实上大家知道到现在很多的国家 对于所谓本来promise的 所谓碳融资的资金 对第三国的援助一直没有到位 当最近听说 已开发国家已经说 1000亿美元已经到位 不过这还没有验证 那怎么样增加民营企业和政府的资金 这个移转来协助气候变化 也是第二个很重要挑战 第三个挑战就非常的困难 就现阶段全世界的能源 还是高达八成以上是靠化石燃料 你怎么样去说服一些化石燃料公司 或者政府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而增加再生能源的增加 让全世界的所谓绿色能源转型能够成功 我想都是全世界在看Cup 28 非常重要一个角色 那当然波斯湾国家如果在这一次的Cup 28 能够当仁不让 做出很强烈的一个promise 甚至促进所谓的减碳 碳清除 甚至融资的补给 或许Cup 28 反而会成为继巴黎协议之后 另外一个人类在迎战 所谓气候暖化里面的重要标杆 确实就要等到大家举行峰会之后 看看成果是如何了 今天谢谢学文 带我们分析国际的最新情势 还有震惊的消息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